前面来的入境政策在8月4号的时候就已经放宽 所有外国人的入境押金已经从3000美金下调到2000美金 部分人还可以免除入境押金 也不用购买医疗保险 新政将入境人员划分为受邀请且有担保人 受邀请但没有担保人 没受邀请也没有担保人三类 每类入境人员需要提交的材料无尽相同 但都必须出示72小时内开具的核酸检测报告 具体来看 受邀请且有担保人的入境人员 涵盖了商务人员、公司职员及其家属 新政给他们最大的权益是无需缴纳入境押金 也无需购买医疗保险 但他们需要提前三天预定官方指定的隔离酒店 并出具担保书 受邀请但没有担保人的入境人员 入境时押金从3000降至2000 此外还需要出示邀请函、医疗保险单、 酒店预定证明等材料 至于没有邀请函也没有担保人的入境人员 入境押金同样将至2000美元 也要购买医疗保险 在抵达金布寨后 无论你是哪一类入境人员 入境后都要接受卫生部安排的核酸检测 如果乘坐的航班上没有人确诊 则可以居家隔离14天 但如果有同期乘客被确诊 则必须集中隔离14天 隔离检测费用将从入境押金中扣除 剩余的部分将在你入境的第5天 期数归还 由于受邀请且有担保人的入境人员 无需缴纳入境押金 所以他们若被集中隔离 相关费用将由担保人承担 收看更多节目的视频资讯 欢迎订阅简中资讯 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帐号 我们下周一再会